我的朋友都說 你小孩是我那麼濃的嗎 因為他都6點就睡了 真的 是因為他們現在真的比較大了 不然以前他們都是6點之前就睡了 就算我不讓他們睡 他們只要6點半到7點自己就 都不睡著了 那現在就是大概就是 最晚9點了 他們現在有Happy Hour 就是禮拜五 Happy Friday 他們可以晚睡 但其他時間就是8點就是上床 然後他會跟我講說為什麼要這麼早睡 然後我就說 他不早睡我就沒有時間 而且小朋友就是在睡覺的時候才會長大 他後來發現不錯 因為他就我們兩個就有很多時間可以做 比如說他看到他電視 我寫我的專欄 兩個人真的是可以放鬆 因為小朋友在你沒有辦法放鬆 他時時刻刻就是 跌倒啦 尖叫啦 打架啦 一直哭啦 雖然他們已經算很好顧了 可是你就是你還是時時刻刻的 等要注意他們的所有的行為 吵喔 吵翻了 他就說 那不然你來養啊 你來教嘛 他就是氣到假中 到後來我就會發現 嗯 他來著對 可能男人教男生的那個邏輯 我看的都是比較近的 他看的都是比較遠的 我覺得就是那個 先後順序 他可能員工太多 所以他會洗腦 一直洗 一直洗 有時候連我也都被他洗腦啊 現在跟老公還會吵架嗎 會啊 還是會吵啊 就是瑣碎事情才會吵 像昨天 我幫我媽 買了一組沙發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比如說 那 你這幾天這麼忙 那誰要 來辦這個沙發 我說 所以 你沒有時間嗎 他說那你是不是要 應該要告訴我說 我把時間給你 而不是你覺得理所當然 就是由我來做這件事 我可以幫你做 可是你必須得要 跟我booking我的時間 然後讓我知道的順序是什麼 所以我常常就會 跟我先生講 不好意思我想請你一下 哪一天的時候你有空嗎 然後大家就說 對啊然後大家就說 你還好嗎 每次我只要很客氣 他說你三八啊 幹嘛那麼客氣 可是我覺得這是需要的耶 像我家小朋友 就是我一直教他們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吃這個 不要 不行 你後面要再加一句謝謝 他們就習慣就會 就會是 跟我們一樣 那 我覺得我在社會工作這麼久 我覺得家教 甚過於你書念的多跟少 因為我覺得你家教很好的話 你到哪都會受歡迎 身教很重要 比如說我跟我先生講話 是很有禮貌的 然後大家都會說 你在跟老闆講話嗎 還是你在跟你的長輩講話 可是你知道 當你在講話的邏輯 跟方式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的小孩也在學 我老公常常說 超爽的 然後 最不是 不行 有一天哥哥就說 媽超爽的 我說哥哥 這個是大人在用的字 你不能用 他說為什麼 那為什麼爸爸可以用 我說因為爸爸是大人 然後我就會請我先生跟他講說 很開心 真舒服 很快樂 但你不要講爽 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沙龍姐 這也是RAW第一次參加戶外的party 我們將會為了當天 特別準備神秘的餐點 遺甕 十月七號 台北101水五房屆棋 遺甲 10月7號 20廢 Sин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